嗨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向日葵姐姐 今天向日葵要带着你们去玩一个新的小游戏 大家可以一起去看一看怎么玩 向日葵先来玩第一关 看这里面会有一个简单的教程教给大家 它会告诉你们如何去获得这一关游戏的胜利 这两个小人分别哈护的配合着 盖大楼 在这里我们要让棍子的颜色 与下面站着这两个小人的颜色一样 不能让棍子插到小人的头 这个游戏很考验大家的反应力 看一看宝宝们的反应能力怎么样 你们可以获得多少分呢 这里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好吧 我们就去玩下一关吧 这一关的教程 宝宝们你们看懂了吗 棍子会从侧面过来 就是不能让棍子插到他们的脑袋上 让高个子的小人站在高一点间隙的位置上 这个小游戏是一款休闲的游戏 需要你们发挥自己的实力进行躲避 十分考验大家的手速 不过很容易出现惯性 特别容易习惯性的换位置 简直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双手呀 小朋友们想要得到更多的星星 可以自己加油多去获得几个 这一关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是要给我们的小人戴上安全帽 防止他们被掉落的东西砸伤 这一关就需要时刻注意两边的动向了 尤其是在最开始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帽子是在谁的头上 我有好几次都是还没有看清楚帽子戴在谁头上 就被掉落的球砸到了 如果觉得游戏的声音会影响到自己 可以静音的 你们一定可以获得更多的分数的 好啦小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想要跟向日葵 去玩更多有趣的小游戏 请关注我们的栏目 可乐姐姐玩游戏 我是向日葵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